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单元要跟各位谈一下 什么叫Binary Logic 二元逻辑 我先看一些简单的定义 所谓的二元逻辑 包含了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些变数 这个变数是属于Binary Binary的Variable 譬如说它就是一个变数 譬如说这是X 这个X的值它只能是0或1 变数就是可以储存不同的 这个值的一个记忆体 那第二个呢 它必须有一组逻辑运算 譬如说这个And啦 All啦这些东西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Binary Logic 里面的这些变数呢 就是用一些这个英文数字 比如ABC或XYZ 大小写都可以 然后每个变数呢 它只能就是 只能是1或者是0 那么在这个Binary Logic里面呢 有三个很基础的逻辑运算 一个叫做And 一个叫All 一个叫Not 那And呢 我们的符号就是一个点 一个点 然后All呢 就是一个就是加法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加法 就是它借用的这个加法的这个符号 那Not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讲 会在变数的上面打一个Prime 打一个Prime 那有些书呢 会写成就是X上面 然后有一个Bar 那我们在这本书呢 就是用Prime来代表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是And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把这个点把它拿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And呢 大概跟我们以前的乘法很像 然后All呢 跟加法很像 符号很像 但是记得And跟All 它不等于算术上的这个乘法跟加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东西叫TrueStable 就叫真值表 真值表的东西 TrueStable 那TrueStable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假设呢 我有两个这个Binary Number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Binary Number呢 它只能存0跟1 所以呢 两个Binary Number呢 它可以储存四个不同的状态 那我们就把 这四个不同的状态把它列出来 就是00、01、10、11 然后真值表的意思是说 OK 假设呢 我这两个去做And 那么 它呢 0跟0做And就是0 0跟1做And是0 1跟0做And是0 然后1跟1做And是1 这个就是 这个And这个Function 它用真值表来 描述 就是穷举所有可能的情况 那这就是所谓的真值表 然后接下来这是O 然后还有Not Not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变数而已 那Not很简单 就是如果说 它状态本来是0的话 那Not的话就变1 如果是1的话就是变0 就是把它 这个做一个补数的概念 好 那And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逻辑呢 就是两个 如果两个变数 两个BinaryVariable都是1的话 那么做完And结果就是1 那O呢 是这样 就是只要其中有一个是1的话 它就是1 那Not呢 刚刚有讲过了 就是把它做一个补数 就是颠倒过来 那么这个And呢 在电路上呢 就有点像是这个串联 譬如说 我有两个开关 Switch1 然后跟Switch2 开关 假设这是X 这个开关 这是Y 这个开关 那么 这个如果打开是0 关上是1的话 那你这个关上是1 就是代表导通嘛 你要让整个都导通的话呢 就是只有两个都是导通的情况 OK 所以两个都是1的话 全部 两个Switch都导通的话 它才整个会导通 那么O的话呢 就有点像并联 并联 OK 这是X 这是Y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导通的话 整个电路就导通了 所以 一般来讲And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 每一个变数代表一个开关 然后And的话就是串联 O的话就是并联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之前呢 在第一章的时候 谈到说 其实呢 这个讯号呢 它会受到一些 杂讯的干扰 那 在我们在处理电路的时候 然后它 我们会定义一个 这个 定义两个门槛 那超过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门槛呢 这个讯号呢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1 那低于呢 这个门槛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0 那在中间这个状态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定义 就是全选 那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站态的时间都会很短 那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OK 好 那 这个 逻辑杂 逻辑杂呢 基本上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 电子的一个 电路 然后呢 它可以呢 让你有一个 或者多个以上的输入讯号 然后呢 产生一个输出讯号 那我们刚刚就讲过的 有三个基本的 这个Binary的逻辑嘛 那你要去实现and这个逻辑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用andGate andGate and 这个Gate的话 我们一般中文把它翻译成杂 所以 这个and的话是且嘛 所以我们叫且杂 那andGate的话就是货杂 那and的话 那and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输入这边呢 这个线呢 是垂直的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弧度 那and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有弧形 不是垂直的 所以and跟all的话 就看这个输入端这边 是不是一个垂直的线 那not的话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再打一个圆圈 好 那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讯号 X 那X呢 它 是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波形 那假设呢 每隔一段时间 代表一个Binary 所以X的话呢 它 这个是低电位嘛 这边是高电位嘛 它就是01100 那Y呢 在同一个时刻呢 这里是0 在这里呢 它是1 然后这边是1 这边也是1 然后这里是0 那什么是and呢 回顾一下 我们说要两个都是1的时候 两个X 就X跟Y都是1的时候 它才会是1 所以它只有在这个 在这一个时间点 它才是1 那其他的地方 它都是0 所以 这个 这两个讯号 持续讯号 通过且杂 and杂了之后 它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波形 那O的话呢 是只要有一个1 它就会是1嘛 OK 所以两个都是0 它是0 那这里有一个是1 它就是1 那两个是1 它也是1 这里有一个Y是1 所以它出来是1 OK 所以 这个 OGAT 它的output 就会是长成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NOT NOT 它是对X做一个补数嘛 所以 这里如果是0 它就是1 然后它是1的话 它就是0 1的话是0 0的话变1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个逻辑杂呢 我们刚刚谈的是两个input 那当然呢 它也可以有三个input 三个input 那符号还是一样 就是去做and 然后呢 这个是四个all的逻辑杂 四个input的all的逻辑杂 这all的话 这是有一个弧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